新北市汐止区厚德里老人共餐活动连续举办七年不间断 今年却因为疫情影响停办了半年之久 让志工和老人家都好不习惯 而从七月起共餐活动终于重新开张 当天也特别加菜 从原本的四菜一汤变成七菜一汤 让好久不见的长辈们直说能一起吃饭 真的是好开心 老人共餐重新开幕 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 而里长一喊打菜志工们动起来 厚德里老人共餐每个礼拜三午餐约会 几乎已经成了老人家们例行公事 不但志工们一大早买菜煮菜忙 中午时间一到长辈们也陆续报道 11点20分开饭大牌长龙 这半转眼迈入第七年换算起来煮了三百餐 只是今年初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 也让半年没来共餐的老人家职说好怀念 因为疫情的关系休息了一阵子 好怀念好想念 听到了里长今天有广播 所以我非常的兴奋就赶快来了 因为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又可以听到很多的声音 这对我们年老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疗愈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很多菜 因为已经半年没有在这里用餐了 那足足已经半年 所以说今天7月1号刚好礼拜三 量成及时重新开张 让他们再重新的找回跟以前一样的欢乐 而这次共餐重新开张 还有热心的李明主动加菜还来帮忙煮 当天准备了丝瓜有豆腐鸡腿 从原本的四菜一汤变成七菜一汤 志工们说共餐停好久 虽然夏天飙高温真的很热 但还是很喜欢出来煮菜给长辈吃 每个礼拜三都有在煮共餐 因为这一次真的休了太久了 而且是很想说为老人家服务 菜非常的丰富 希望他们用得更安心 那我们工作人员的防疫也做得很好 他们都戴着口罩 当天长辈们特别踊跃 里长说吃不是问题 邀请后的里老人家每个星期三来吃饭 走动走动聊聊天 就是希望让他们开心吃饭 杰成慧林细子采访报道